他早上有个会 下午才可以来 所以大家要我带你来组织这一节 这一节有三个题目 第一个是高层地区农业作物发展新气势 第二个是从住屋角色跟农业配方的转型 第三个是热带营收产品 偏销瓶颈对策 因为邱苏兰他中午还要赶到台中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行邱苏兰来讲 陈政府教授论农业配方转型分文 邱苏兰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农业配方研究所 他一直在行邱苏兰文业委员会当面 议政特长处宿 现在是行邱苏兰文业委员部长处的处长 他对我们曾在台湾的农业配方 有相当深的了解 而且他也判断了很多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秀宿本 谢谢主持人 各位贵宾 各位先进 今天公逢高崇西荣会改良院长 一百岁的生日 我想参与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是我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幸 也借这个机会 向高崇西荣会改良院长 表示敬赫 也钦佩在一百年来 高崇西荣会改良院长 的一个机器发展过程中 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 今天 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 就是 在这个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农业配方 主持兄 都要提供 有些人说 很简单 有些提供 不时就有水果 我想这是很早以前 在我家 台湾的水果体的时候 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农业的 農学水果肯定 跟我说 说的 我从这一开始 我就认为 这种的工法 不对 这种的工法 有必要去生成 所以我打招呼 農学水果 打到農学水果 所以我做台湾農学水果 这种的農学水果 这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虽然都要提供 不是太简单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 我是特别针对政府角色 怎么样来做转型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想我这个报告 主要的是在 从一个结构转参的一个观点 来看整个的农业推广 基本上 我想农业推广是以人为本 以及以社会及生命的价值为优先 来达到创造的农业人 新价值 即使人 自觉农业工作尊严 跟自信的一个目标 我一句话说 有没有 其中就是要让 杰人 建政是杰人 是杰有尊严的人 包括 我们的农业严严 这是我们的农业提供商业 所以因此 我提出 农业推广的行政组织代表 农业中生学习 及新互相建国的策略 以及它的具体的方案 基本上 我要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一半年来 木业期间 都在做结果转换 英文叫做Structural Transfer 所以说木业开刀 木业开刀 都在做结构转换 只是它结构转换的方向 结构转换的内涵不同而已 基本上 每一个时间 都在做结构转换 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 各位大概知道 最近的农会 它有很多的问题 让很多的诉求 基本上 它也是在做结构转换 只是融会是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现在它也在做结构转换 因为没有转换 没有改变 它没有机会 所以我想 一个现代国家中 经济成长跟社会转型的加速 它背后经常需要重要的政策 这个政策 基本上都是由政府 来当做一个火车头 来当这个Dreaming 那个Mudges 所以我想 要有国家政府 来发动作为前轻 因此 其多发展工国家 重视 由政府主导的各种政策 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 理念的一个基础 那么 以台湾的来讲 台湾的农业发展来讲 基本上 农业配方 基本上它没有缺食 基本上 从一开始 可以说 回错到半个数字以前 整个台湾的农业的决策 农业的政策的落实 基本上 农业推广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只不过 在农业发展的初期当中 过度的重视科技 过度的重视粮食增弹 那么让 以教育 以推广 以训练为主軸的农业推广 受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都市 所以产生了所谓的农业推广 成为边际的弱势 长期的狭义的增长方法 跟栽培技术的挂帅 认为只要有技术有所突破 即可轻易传播农民采用 我想这是我们早年开始的时候 所引申出来的一个所谓的 简化的观点 它的结果是 农业不但提早面临粉色发展的瓶颈 比如说它的科技的瓶颈 比如它的运销的瓶颈 等等 那么而技术的成长神话也陷入窘境 更重要的是农民自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长久以来未能有效地陪 所以政府如何在这个复杂的政治 社会及经济环境中 那么来这个 依据它农民发展的需要跟目标来定定 农民配管政策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政府角色的认知 以塑造 基本上政府的角色的认知 以塑造 政府的一个点见 政府的一个目标 以及主政则的一个配件 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最佳的农民配防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有人问你们农民配防政策最好的农民配防政策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并不是说代表说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模特在那边 那么我想我们从这一个我所成立的这个表你可以看出来 台湾过去从这个光路初期一直到90年代以后 我们的农业推广事实上它的法律意见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行政命令的一个阶层之下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相当不受到重视的一项很重要的农业施政 那么以政府的角色来看 各位这里看出来 它的这个从过去早期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只是提供一个资源 因为政府掌握资源 政府掌握的财政 政府掌握的经费 所以你要给它什么 它都给你什么 你要什么 它都给你什么 它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 资源的提供者 资源的提供者 一直到90年代以后 这个农民全房 政府的角色才慢慢的扳演出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咨询者的一个角色 给它做一个consultant 给它做一个教育一个咨询的一个角色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想这样的一个演化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边里面看得出来 里面有相当多可以探讨的一个空间 也可以探讨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想我这个文端的基本论点在于 农民推广政策要依政府的角色观点的差异不同 要有不同的理念 策略跟措施 传统政府角色观点下的农民推广政策 有必要依行政府角色观点的改变 而在理念 策略制度与措施方面该转型 各位最近看到英道也有很多谈论 农会 他说过去从六十年代到一直到九十年代 他在他的隐隐移拨里面 移拨了将近一千亿的钱来做农民推广 因此他要求政府把这些钱回给他们 我想他的诉求是有理的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好好地的生物是否稀的话 他并不一定是这样 基本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们的诉求 事实上是很多人都在认为 农会推广政府是择有庞大 在很多先进的国家 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日本 农会推广都是由政府来主导 都是由政府来规划 来领导 但是到底政府的角色是那么的重要吗 他要延伸到哪样的一个程度 才算是一个很好的农业生亡政策 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探讨的 总之改变是必要的 但是你政府的角色 你必须要有你的理念策略 然后才能够配合制度跟措施来做 那么在农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都反映在这个农业施政上面 那么我想在农业发展的经验里面 政府的角色都是以农云 或者是农业的守护神来自居 所以像是党人工 借户警告 党人家都借户就好了 所以政府也是觉得 他是万里的 农云也在不知觉中 深信政府是万里的 基本上政府绝对不是万里的 那么在农业推广来说 相关的机构像这些都是政府的机构 这些机构从广义的观点来看 都是扮演政府的角色 其中农业知识 农业科技知识网络的工作责任 它是缩限于相化的政府组织 制度及文化 而人力应用推法弹性 农业行政部机构的推广人力极少 并且重视学术演奏的绩效 对于农业推广所能提供的贡献 事实上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我想我们从一个 普遍经济 自由经济学者的观点来看 他们认为政府就不应该 根本就不应该 涉入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经济的活动 特别是所谓的劳动 劳动市场 他的理论只要是建立在 政府主导的人力资源政策 容易形成特殊利益管理 他把他的资源随便 就是搭配给任何一个团体 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创造及发展 导致降低市场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益 这些就是被 古典的自由经济学者 他们所批评的 但是政府主导文化推广政策跟政策 真正落实之间 又有不同的认识跟知识的问题 事实上 以台湾的经验来讲 或许 换个世纪以来 台湾的农会推广 基本上是交给农会 农会是依静农会华 来办理农会推广 因此很多人就说 有啊政府也有在办啊 政府办是给谁办 是给农会办 农会基本上有些相当多的问题 总算是他可以不办 他也可以办 他也可以办得很好 我想在这种名目上 是由政府来主导 但基本上 实质上是由农会来执行的 这当中啊 就变成一个 名目上的目标 跟实质上的目标 是不一致的一个结果 那么人的经济会台 跟农会结果 是许多干预型国家的残路 他们主张 国家应用政府的力量 来干预市场的自由的运作 那么我想 我想以国家经济衆长 或设定政治目的为主要的考量 由政府干预农会的工业及需求 这就是过去很多 认为政府干预政府介入农会 农会推广的政策 并非要特别探讨政府角色 并不应该的问题 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 我要讲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国家发展 跟市场需求之间 求起一个政府角色的那种均衡点 事实上我们刚才一方面也讲 一方面也讲 政府角色的重要性 一方面也讲 他的干预会产生一种支援 做这次的效率的问题 因此在这当中 真的需要去找一个均衡点 那么并且探讨一个真正能够 斗死的一个机制 我想这才是重要的 那么在过去也有人提过 所谓的 借于政府干预 跟政府绝对不干预 这两者之间 他们有一种叫做 fearing government 这是所谓的导航式政府的 我想这个 在楼梁这种来讲 似乎很适合 在我们台湾 这个所谓的政府角色 在农业推广上的一个办法 我想所谓导航式的政府 就是政府主要职人在 领导跟决策的导 领导跟决策的导 我想这个是 我们今后 农业推广要转型的 很重要的一个处走 也就是说 给予市场加强的观点 外来就是说 你也可以沉溺 你不一定要干预到那么深 但是你要 要引导他 将政府的角色 由原来的经营者 因为原来是当作一个 资源的支配者 gominent 所有的这个资源 把它变成 从一个经营者的角色 调整的管理者 或是更重要的是 调整成为一个suitent 是助成者 或者是监督者 甚至所谓的贯能者 贯能力是让他 让这些人自己有 那个empowerment empower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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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以这个服务来代替管理 我想这个是 我想我们 龙未锤房的转型 大概应该是要朝向这样 因为在一个民主化 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时候 事实上你政府也很难 也很不容易 去说我什么事情 我说不要你这样做不可 事实上政府的角色 这是一个guide 那么我们 龙未锤房转型的架迫 我想我 从刚才的这样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 就政府角色的观点 政府适度的干预 应该是介于 发展 发展国家 以市场加强 两种认知先起的一个精能点 以产生一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知识的一个 一个价值网 就农业来讲 它是一个 Epicultural Knowledge Information System 这样的一个 一个Net 这个 产业知识价值网 除颜料及作业管理之外 更会包括人跟组织的 知识化的过程 我强调 人跟组织的一个 知识化的过程 事实上 多年来 我们台湾的农业推广 基本上是太重视物 太重视经济的 价值观 比较少 重视社会价值观 跟比较少 重视 生命价值观 基本上 农业推广 它不只要 重视 经济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 要重视 社会 跟生命价值观 这才是农业推广的 真正的一个 精髓手段 我想 如果说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农业推广论策的 转型架构 我们可以从 韩虹的是怎么样 跟转型的是怎么样 我想 我们 在 韩虹的 农业推广 它的整个的经营环境 它的变动实在很小 但是你以现代的一个情况来看 你整个的环境变动激烈 而且不是只有一年变一次 一隔月变一次 甚至一天变三次 它是 在英文来讲 它叫 它是一个相当 像那个 遇到万有一样 经常在变来变去的 你不能够用旧的思维 传统的思考 传统的作业的方式 来去应募它 因为你用传统的方式 你只能够在一个变动经营环境之下 你才能够有 能够达到你的效力 你如果用传统的方法 来处理这样变动激烈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是不可能的 这也没法走 那么它的理念是要 在传统的是 以物跟技术为本位 当然技术 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技术 绝对不能够否认科技 但是Nokia说 科技来进行人性 科技还是来进行人 所以所谓的 以现在的转型来看 它以人为本位 要以人为本位 那么目标来讲 它是创造产业的价值 但是在转型的 这个农业推广的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觉得应该是创造 农业人的一个新价值 农业人的一个新价值 就是它除了经济教旨观之外 它要宿命教旨观 它也要重视这个社会教旨观 策略它是用计划来取代策略 但是你这个转型的时候 我刚才提出来 我希望说能够有三个策略 一个策略就是 所谓的农卫推广行政组织 再造 我想这个配合政府的组织 再造 将来可能就是农卫推广 应该是归属在哪什么地方 或者是说 去农卫改良场 它是不是应该扮演更多 更大的一个农卫推广的角色 这也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空间 那么下面是农卫工程学习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我想在我的这个书面的这个资料里面都有 也请大家来这个参考 那另外一个是新故乡的策略 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农卫推广的这个未来的转型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对人 我们也可能要对我们所居住的那个故乡 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我们农卫推广 必须要把用一个比较宽爽的这个胸襟来探讨 甚至于我们要把它连结到 我们从我们的一个本土一个乡族 那连结到一个国际化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一些的方案 我想我就不必再提跟大家说明 不过这边要跟各位来说明的是说 在这个传统里面 政府的角色 我刚才已经跟各位讲过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资源的提供者 或者是说 也不许是一个咨询者 但是他也是做 只是在做产销问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层次而已 那么在未来的一个所谓的转型的一个方向上方面 我们也是觉得 他应该是作为一个 政府应该作为一个 助成者 资源的调配者 监督者 甚至于我刚才说 他是一个冠名者 冠名的意思是让大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知识 大家都能够了解 而且能够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想本年就为综合学者 研究跟实力的听力 认为虽然有许多 扩大农业推广自主角色的主张 但是在面对总体环境 逃向民主化以效力化的思维主流下 实在富裕扩大政府的角色 不想政府绝对不是万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推广的政策 领域 适度引进市场机制 并充分化为市场所具有的竞争性 平等性及开放性的优势 换句话说 我政府主导一个资源 但是让大家在一个公平的一个 机制之下 大家一起来 争取这样的一个机制 争取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提供他 给所有他认为他必须要去服务的 这些推广的对象 那么我想从政府的角色来看 农卫推广的转型 以半个数字以来 我农卫推广发展的经验 政府在农卫推广政治上 是扮演主导的角色 只是在理念目标的策略上 将农卫推广依乎在农卫发展的政策 导致农卫推广理念跟目标不清 农卫推广的成效不张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在农卫来讲 他有他的主持终止及目标 因此当农卫为了推广 其他的主持终止目标 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件 农卫推广通常成为次要的选择 那就是说 农卫推广经常是被 放在大家不要的地方 然后不要的人就丢到那边去 导致农卫推广在执行层次 产生棉不无始的一个结果 农卫推广的转型之际 政府表设 如果能够从 远见、理念、目标、策略、 对比方案等层面 检考修正 跳脱传统思维及做法 必定能够达到 永远结果转型的一个目标 多谢 谢谢大家